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跟着大众简洁医生讲一件 今天的题目是主速剧烈疼痛的慢性腹膜炎 他说,患者为20岁的姑娘,发热,体温在38到39度之间 听扣诊,发现左上肺有大面积近锐,为重症进行性肺结核 无食欲,无排便,伴有汗出,如流汗状 口渴,精致医师已经治药时而束手 就是说之前治疗的医生已经束手无策了,没有办法了 到了大众静节这儿来了 但是患者现在仍然是腹痛剧烈,非常可怜 抱着哪怕只是缓解一下疼痛的目的,来找大众治疗 对于这种情况,姑娘先予以小建中汤治疗 服药23天后腹痛缓解 但出现手背脚背腹肿 护士看后向家属交代病情,说生命最多还有二三天 我虽仍继续出诊,但也认为该患者已渐渐不行了 脉虽无景象,但脉腹不太宽 脉搏不足以百次分 无大便,腹部硬,暗肢疼痛 无自发痛,全身浮肿 患者自速总觉得不舒服,汗出如流出状 就是脱阳了,汗在不停流了 这次投育浮灵思逆汤,以烦躁和自汗如注为治疗目的 服药后有日十次左右的小便排出 两三天后,腹肿消失 同时肺里,湿达生也消失 体温也下降,有食欲 大肿担心,这是不是最后的时刻要来了 就是要回光返照了 因为俗说的中治 在伤寒论叫做除中 也不是出现一般状态好转吗 但是过了七天,过了十天 患者渐渐有了精神 这时候就有希望 年后正月初诊时,患者想起床 但主旗不能活动,必须安静休息 此时,接到女儿病重通知的父亲从国外回来了 看到衰弱的女儿和枕边的中药,大怒啊 说正是因为找汉方医看病才成了这个样子 把药带摔到地上 患者母亲为了打消丈夫的误解 说多亏了汉方医大夫女儿才能活到现在等等 详细地把治疗经过讲了一遍 但是这位父亲不听母女的解释 一心让立即住院治疗 安排女儿住进了某院 我不知道后来如何 但在没有联维素类抗菌素的1948年 恐怕这是不会治好的 但直到现在 我也不认为自己的治疗方法有误 我也不后悔 我觉得大种这个医院 非常的有现在的借鉴意义 就是大家对于选择哪种治疗方式 看法不一样 亲属看法不一样 有时候就算是好转 有可能他不会坚持采用下去 其实这个方法里 你看到大种已经把那个病人 从很危险的境界拉回来了 再接着治疗下去 大种应该很有把握把他治疗好的